Bitch 参赛者四人一组扛起锥形竹笼 在泥巴水天力全力冲刺 不只比速度还比默契 脚步没有同步 就会摔个四脚朝天 变成小泥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们手上拿的竹器叫龙仔狗 只要合力将龙仔狗扛到对岸 就算完成比赛 室外三十五度高温泡在泥水里 就算全身脏兮兮也觉得好凉快 因为保住这样子都会很凉 基本上你想说是从哪里来都很凉 所以我们永静这次办的小泥 就是对我们的水 云林林内乡乌图社区的抢水节活动 受疫情影响已经停办两年 今年再度恢复选在暑假举办 让参赛者消暑一下 消暑是很消暑 然后也可以体验鲜明以前在抢水的一个 乐趣跟幸福 农业时代村民会将石头放进龙仔沟里面 旱季时用来饮水 雨季时用来防洪 时代进步透过趣味比赛传承 让年轻一辈体验闲人辛苦 夏季消暑 苗栗通宵滨海游戏区一大早就人气爆棚 民众踏浪吹海风 还有人搬椅子来 直接坐在海景第一排 欣赏蔚蜗风光 成了许多人暑假出游的最佳首选 记者云林台中综合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